國道火燒車事故 檢方調查發現 起火點在駕駛座後方 不但座位附近有兩個寶特瓶 被驗出汽油成分 下層行李箱 還有三瓶裝著汽油的寶特瓶 但遊覽車明明用的是柴油 讓全案更加撲朔迷離 因此檢方25號 漏夜偵訊司機蘇明成的親友6人 了解他的財務和身心狀況 把親生也列為可能之一 但家屬嚴正駁斥 家屬表示 蘇明成開遊覽車資歷17年 月薪卻只有25000 原本打算跑完這趟陸客團 就要辭職回南部找工作 沒想到這一去就再也回不來 人家搞得很累 對 完全開車 乾脆來做工 究竟汽油哪裡來 怎麼被點燃的 檢方持續釐清 覺得不管 除了司機蘇明成家人被訓問 罵罵者家屬在搭機離台前一天 也進入桃園地檢署 家屬的臉色凝重 原來他們以為調查有了突破性進展 沒想到檢方只是依法傳喚被害人家屬 陳述意見 是不是在了解上面有什麼誤會 家屬發現搞錯之後隨即掉頭離去 因為他們認為訴求和意見早就講過 希望檢察官儘早把事故原因查個水落石出 考告慰逝去的親人 聯報陳俊志 陳維鈞 綜合報導